娱乐圈长得好看的是数不胜数 但是不靠颜值不靠长相 靠演技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演员张艺就是其中之一 倒不是说别人演技 包括颜值不高 其实真的是别样的味道 演话剧是拿过金师 演电视剧拿过金鸡奖 最近也是做过我们金星秀 还用口才告诉大家 张艺不仅有演技 还很机智 张艺有多百遍 看他的作品就能知道 不管是老实巴交的大暖男 你不能顺展 为什么呀 你看你瘦成啥了 顺展疼死你 我不怕他 我怕他 我儿子怕他 还是刁钻霸道的反面角色 打人了 打人了 你看看 打人了 可不管张艺把角色塑造的 有多成功 他都逃不过一个评价 就是长得不好看 我长得其实不太好评价 我也不觉得说我有多丑 这次来做可金星秀 张艺也毫不避讳地 聊聊自己的长相 因为这个特点 可是跟了他三十多年了 你是一个部队嘛 全班当时就十五六个孩子 然后其中有十一个男孩 十一个男孩我们经过票选 最后选出了三个最丑的 你是一个 我是其中一个 等进入娱乐圈 张艺这张脸更加吃亏 他也无力自嘲自己丑的美特色 很多角色都曾经擦肩而过 有的副导演会直接跟你讲说 你长得也没有特点 你就不要给我留了 我这个地方真的插不下去 更多的照片 虎美导演也曾经劝过张艺 当演员二十八岁 还没有出来的话 就赶紧洗洗睡吧 但是张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二十八岁那年 他迎来了内部 让他一举成名的士兵突击 成名之后 张艺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新上门女婿 大妈正传 妈不女也有春天等电视剧 念定了他在女婿专业户中的 江湖地位 这时候他才明白 长得好不如演得好 你现在说我不好 你也挡不住我挣钱吃饭 我该演戏还得演戏 我该上金星秀 谁拦着我了 你们编导组也没说 张艺不能用他长得不好看 对不对 我还来了不是 桃花间张艺的个人魅力展现无一 其实这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 还是个幽默感十足的主 面对夸奖 他紧贴时下热点 复原会同款表情立即上线 幽默有踏实 张艺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一直秉持着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我离明星远了点 还是他是做演员吧 我们也期待张艺日后 能够为观众献上更加精彩的作品 娱乐星天地上海采访报道